即便疑问解答,追痛,胆倒,梦游,湿疹,骨质疏松症,谈维他命 临床上面,你们现在都会了 老师,膀胱惊痛,很简单 这是第十四追,纳横着痛,阳尾脉吗,外观学 带脉痛,灵气学 肚脉旁边旁开半寸的地方是华佗佳吉,足三里,灵气,大家都知道 我什么都不痛,我就是第七追痛 真是长麻烦,对不对,我就痛在这里怎么办 后夕下针有效啊,但不见得会完全去掉 诸位记得,哪一追痛,就在当追的外开一寸半的地方下针 先下针,正在这边,正在一寸半的地方 比如说,第七追外开一寸半是不是隔鱼,对不对 那你下隔鱼啊,它没有落到我们的脏 如果是第九追,旁开1.5寸是干,你下干鱼,对不对 第九追,那干净的子穴也可以下 那虚正,干净的母穴,取全穴也可以下 知道我意思吧,直接在它的两侧,一寸半的地方下针 所谓一寸半的地方,1.5寸的地方 我们知道,穴刀在一寸半的地方 我们下针从一寸的地方往旁开一寸半的地方去写刺,吐伤胆倒 那胆囊倒过去了,看这个壁呢,看成帝,针灸怎么去做 我们以后介绍处方,再介绍处方怎么治 针灸当然也可以治啊 胆木日月,日月是不是胆经的墓穴 在七门往下一个类间,七门呢,从巨缺外开四寸 被针呢,胆的鱼穴,胆鱼,对不对 就可以把它去掉 胆经呢,你说,老师,从小到大 你当然胆经的母学侠西可以去治 胆经的圆穴也可以去治它 落穴,我们用圆落治疗都可以 俯会中晚,但是俯 梦游,这个梦游呢,我们有很好的处方 蒸酒也好,蒸酒也可以 蒸酒的时候,我们做蒸酒,先给大家要了解 会梦游,这是夜,晚上的时候 诸位听过很多传说 晚上起来就跑到坟墓里面去把棺材打开 我们小的时候吓人,对不对 早上起来什么都不知道 我常常遇到梦游,小孩子妈妈带来 就是晚上梦游,晚上起来就走啊,到处走 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说肝藏魂 这个魂呢,是肝脏在管 如果半夜睡觉,人能熟睡 一个正常人能熟睡,是因为半夜的时候魂归肝 魂归到肝脏里面去了,魂就守在肝脏里面 就不会梦游,那魂如果不归肝,就开始梦游了 那,老师,那十三鬼穴,它看起来好像被鬼附身了 有效,绝对有效,十三鬼穴 我们治疗肝脏的时候,那虚症,所以魂没办法停在里面 我们为什么说气血阴阳要平衡,我讲个观念,你就懂了 比如,老师,我人很虚,汗流不止 我们中医认为,气在表,阳气,有所谓的胃气 就是因为有这个胃气在表,所以我们毛孔呢,可以随着温度来调节 可以随着我们体内的温度,还有随着室外的温度来来调节 我们人就能够适应气候的转变 因为胃气很强,遇到热,里面很热的时候毛孔就会打开来 热,就会疏散掉 遇到寒的时候,毛孔就会收敛起来 这是为,保卫我们的气 人体的自然反应,这就叫做胃 那有一天呢,胃气不够了,不该开的时候 你打开了,就在那边一直流汗 不该流汗,你再流汗,经验会丧失,人会脱水呀,这是气虚 同样的,混在肝脏里面,肝有肝阳和肝阴 肝的阳气很足的时候,可以把魂包在里面 肝的阳气不足的时候,魂就往外散 我们下针,针久呢,一样,我们下肝鱼,正面的七门穴 七门一定要下准啊,我在讲七门你扎到张门去了 有效哈,脏会张门,我们现在针对肝脏下手 那我们补肝的时候,一定去强盛,木火土精水 诸位知道我们治正的原则 那学到,审学就非常的灵活 肝须,我们去补土墙水,魂就会归肝 那,像我们有的人发湿疹,这个湿疹发的地方 很多人发在熟悉布,湿疹,首先呢,可能你裤子太紧 穿牛仔裤穿太久,容易发湿疹,原因你要先去掉 有的衣服绷太紧,穿宽松一点 有湿疹的时候怎么处理,用针久怎么处理 我们按照经络来取它的窃学,比如说,在蜀西部 我们知道,蜀西部只有一条经络经过 是不是干净经过,你砸干净的学到 同时呢,助兵,足少因圣经的助兵学 助兵学是下半身的解读学,我无所谓你是什么经 助兵都有效 众医对麻合养都有定义,麻合养都是续整 那生在腋下的话,你可以下驱迟 然后看,哦,杏包经络过这边,杏经络过这边 按照经络来取学 如果说有一种湿疹,像选一样长很多 可以用梅花针排击点刺整个区域让它出血 那点击范围很大啊,点击完以后你用手去挤 是不是很麻烦 用火罐套上去一吸,全部一起吸出来来 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吸,吸完以后 你在下驱迟去解它 这都是临床上我们可以这样做 那艾荣呢,这艾叶,中医的观念里面定义爱是阳性的 所以身上有湿疹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介绍中药 我们就用针灸的部分,艾除了我们艾酒以外 艾叶,新鲜的艾叶煮成汤,洗身上养的地方 质养的效果非常好 那如果我们遇到骨质疏松症 老师,你怎么知道它是骨质疏松呢? 我们在介绍胆筋的时候 介绍环跳学的时候就给诸位讲全身骨头的结构 骨头刚开始有疏松的时候,一定是痛在环跳那边 骨有病,骨病,一开始病人一定会还跳痛 没有原因的,车祸撞伤什么都没有,就开始痛,骨伤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骨会大输,随会绝骨,是不是可以下针? 肾竹骨吗?你在肾鱼上面下针,肾鱼上面酒,肾的木穴,金门穴 鱼木治疗,针酒都可以,肾经的木穴腹溜都可以下针 饮食上的时候,多吃骨头汤,所以想鸡骨头,鱼骨头啊 你熬汤都可以,当然你要熬的方法对,不然很腥嘛 回家问问妈妈怎样煮? 在美国有一句话,这美国人都承认的 一个老祖母抵过三个小儿科医生 一个小儿科医生大学刚毕业,没有带过小孩子 你来知道人家怎么带小孩子 乖妈出来统统买单,我带了一票小孩子 经验很多,所以一定要听祖母的话,祖母是对的 不要听那小儿科医生的话,那个没有用 你怕骨质疏松去吃钙片,外面很多钙片,那个不行的 为什么?因为钙这个东西呢,一定要经过人体吸收才行的 那人体吸收这个钙,你吃下去的只是纯钙 人体不会吸收的,要配合在一起的嘛 就好像我现在拿个橘子给,你要吃这个橘子 你说不要整个橘子,把它提炼出来 只想要里面VC,那是毒哦 老天爷把橘子做好,里面有水,里面有很多纤维 有VC,组合在一起的嘛,你不能把它提炼成橘子片 就吃橘子片,那是毒药 身体本身不受呢 我们身体来自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取之于自然 所以,西方的营养学是对的 但是它营养学的目的是卖你营养片 营养剂,它的目的错误 所以我也需要维他命ABCDE 今天新闻出来,吃维他命A会造成胎儿畸形 有没有,十年前说每天吃维他命E预防你心脏病 现在出来说吃维他命E造成心脏瓣膜破损 瓣膜必锁不全,都是他说的 维他命E重不重要 重要,但是我们要从食物里面去取得维他命E才是对的 而不是吃药片,那你吃钙片,钙片越吃骨头越伤 不但伤骨头,而且会生成很多结石 排都排不掉 我跟诸位上次讲过的案例 腿骨断掉两寸 这个病人九个月吃了一千多MD的钙片 那是很重,脊梁的钙片 吃下去以后不但没有长 骨头一大堆肾结石 到我手上来的时候 我不仅要帮他把骨头长起来 还要帮他排肾结石 很麻烦,是不是 所以我同时在解决病 同时在帮西医擦屁股 你说你气不气 当然会气啊,早不给我治啊 但是你说之前他的意外车祸 他的骨头拿掉接回去 有没有用,有用啊 但是如果碰到我 我们一样可以啊 那个碎骨在那边 你不要动他,我们用正骨法把骨头兑回去 那个骨头不要拿出来 碎骨一样会长回来 因为骨头碎掉并不代表骨细胞都死掉啊 里面是活的 那有没有效,或者怎么样 我们不敢讲 但是现在被西医拿掉了 西医给他做了支架 姑且认为是有用的 我还是让他长回来了 还是终于让他长回来的 我还是让他长回来的